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所以在生活当中改变那是最重要的 所以过去一切如来 就是能够成为佛的 都是四线八正道成佛 而且这个八正道都是用在世间的 师父跟你们讲过吗 八正道 正见 正思维 正于 正业 正命 正精进 正念 还有正定 你想想这些正在天上早就能够得到的东西 为什么这个八正道要在人间 因为人间还有虚幻 人间还有妄念 所以八正道在人间 你只要能够做到 你必定一事修成 你就能够成佛 所以很多的菩萨 为什么要到世间来 很多的 阿罗汉 阿罗汉 很多的天人 我们人间的圣人 他入世 进入人间 他就是度众生 而寻找佛道 这师父跟你们讲了 有些大罗汉 有些大罗汉 从天上下来 要经过八万四千大劫 你想想看我们 很多孩子 他的过去可能是菩萨 可能是大阿罗汉 他很早就从天上下来 他在人间一世一世的轮回 有一世他修得非常的好 曾经是大菩萨的弟子 有一世他曾经是什么 有一世他不停地在八万四千大劫 为什么 他哪怕修成了 他还要回到世间 就是说你最后要能够成佛 你必须要入世度生 也就是说你必须在人间 去救度众生 才能成全你的佛道 所以你说 如果超脱六道的话 都是在天上 都是菩萨 都是佛 你去度谁啊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跳出三界 不在五行中 是啊 你度来度去 在三界入世 度众生 如果你连世间法都修不好 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佛呢 所以你在人间做人 都做得不像人 在人间做得都像鬼一样 都像个恶人 像一个畜生 你怎么能够修行成佛 你是没有可能成佛的 所以很多人修了一辈子 连人都不一定做得到 就是待业往生了 你就是到了极乐世界去修行了 也是给你暂时的 能够得到你所喜欢的 进入极乐世界 但是你还必须要还旧债 而这个旧债 小的那些待业 待的是那些微小的业 可以在八公得水 七宝池里边洗净 如果你有大的业障 你毕竟出不了六道 因为这个世界 就是给你来还债的 你在这个世界 把债没还完 你是解脱不了 人间凡城的烦恼 所以绝不是 我今天只要修了 我就能成 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你今天读书了 你不一定能毕业的 你今天读博士了 你不一定能成为博士 所以修好世间法 那是基础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修好世间法 大家都知道这句话 在六族非常精辟的语言当中 这只是一句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 密菩提 恰如 求兔角 真正理解了 就很难 真正去实践它 就更难了 佛法其实就是在你的烦恼之中 是离不开你在世间烦恼中的觉悟 就是烦恼即菩提 你觉悟到世间如幻化梦想 如幻如化 所以你在梦幻的世界当中 你才能求得真正的觉悟 因为你知道这是假的 你才能找到真的 如果你把这个世界当成真的 你怎么能够找到真的东西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觉悟与世间是不能相离的 不能离开的 就像我们举个简单例子 今天 有事做 你才会觉察到问题 然后你再把这些问题去解决掉 如果没有时间 如果没有事情给你做 你到哪里去求得正确 你到哪里去求得正确 所以一个成功的人 在自己的烦恶都不是什么 所以烦恶只是给你找到菩提的一个基础 就像盘一样 它必须要放盘 什么叫悲响 什么叫快乐 实际上就是因为有了快乐 才会被悲响 因为懂得这些 因为懂得这些 所以没有问题 怎么会有方法 佛法就是在 人世间来专门解决人间的问题 所以菩萨就是解决我们现代人烦恼的一个最好的法门 所以该喜则是谁 所以该喜则喜 该喜悦则喜悦爱乐的本性和它的根地 讲到底就是菩提智慧 佛经上讲 菩萨未成佛实 以菩提为烦恼 菩萨成佛实 以烦恼为菩提 何以故 为什么 以第一意不二故 就是这一个一理 这一个道理 因为没有第二种解释 这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 菩萨 还没有成佛的时候 因为你是菩萨 你还不能理解佛的真正的真谛和它的毅力 所以以菩提为烦恼 明明明知道很多的智慧 你还把它当成烦恼 当菩萨成佛的时候 所有的烦恼并不是佛没有 我们伟大的佛陀在人间救度苦难众生的时候 有多少的烦恼 但是佛陀把它变为了菩提 何以故 因为这是一没有第二种的解释 也就是告诉我们 只有烦恼 你才能找到菩提这一个第一意理 所以我们说 当你看见一个不好的人 你要想到终有一天 他会变了一个好人 这也是个一理 这就叫浪子回头 经不换 没有回头 那这个人没有改变 那么他的心 是满脑子的烦恼 他胡作非为 因为他没有觉悟 当他回头是岸 安分守己 助人为乐的 还是这个他 同样一个他 一会儿是胡作非为 一会儿是助人为乐 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 一切都是在变化的 这个一理就是告诉我们 佛在世间 才能理解世间 我们人必须要懂得 过去你做过什么 并不代表你今后会做什么 很多现在很伟大的人 过去曾经有过很多的失误 很多年轻的时候 从来不失误的人 可能他的晚年 过得非常的凄惨 因为他失误连连 这就是我们讲的 同样一个人 同样一件事情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要把这个事物 把这个事情看成 那是一个还没有成熟的思维 当你把它慢慢懂得 这是一个成熟的思维 实际上他已经把烦恼 变为了菩提 师父举这个例子 我希望你们能够懂 就是这个坏人 他后来变好人了 就是转换了 因为这个烦恼就是个坏人 后来变菩提了 变成好人了 所以为什么烦恼变菩提 六诸曾经说过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去 就是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离开这个世间 离开自己的烦恼 到别处去求什么 佛法 你自己本身应该有的那种智慧 到哪里去了 你看每一个人都有 无量无边的智慧 佛智 因为从他的九世天中 阿摩罗世当中来 所以你要在世间 生悟到世间的真理 你要把这个世间 所有的烦恼倒过来 把世间上一切的烦恼 都变成了你妙用的菩提 那你整个的人 整个的生命 都是在菩提当中了 举个简单例子 你一生当中 都拥有的这方面的经验 你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在这方面太有经验了 你什么样的问题都碰到过 最后你是什么样的问题 都能解决它 你是不是就是这方面的菩提专家 所以没有人间的喜怒哀乐 佛拿什么来跟你们说法 佛陀当年在人间 告诉我们很多的佛法 用的很多的故事 用的很多人间的苦难 还有喜怒 佛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接引我们众生 佛就是用这些喜怒哀乐 告诉我们人生无常 但是天上有快乐 人间有苦难 这些苦和乐 能够让我们懂得 我们要离苦得乐 我们应该到天上去 和菩萨在一起 那么这种说佛法的法门 就是让佛陀告诉我们 让很多的菩萨来告诉我们 你们想修成 菩萨会来接引你们 其实 菩萨和佛 就是我们说 烦恼学的专家 就是精神领域的工程师 他们就是大博士 大教授 他们能够解除我们的烦恼 能够让我们想通 那么菩萨本身 就是从烦恼当中 获得的智慧 所以生通烦恼 故能明了一切众生的 苦难和烦恼 所以他们才能建立了 种种降伏烦恼 转烦恼成菩提的妙法 这就是很多事情 我们在人间 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的楼 发生了些什么问题了 你觉得漏水了 漏雨了 你觉得解决不了 但是你一去找那些 建筑师 工程师 那些专家 他跟你说 这个地方弄一下 那个地方弄一下 马上就把你解决了 他们怎么样能够解决的 他们不造房子 他们不修 他们不懂得 什么地方漏 他们过去曾经有过的烦恼 他能今天这么快就帮我们 修好房子吗 我们今天如果对佛法 不理解 我们不了解众生的苦难 我们能够帮众生解决烦恼吗 你满腹经轮 你也不能解决众生的苦难 所以离世 密菩提 恰如求兔脚 你离开的这个世界 你说我要找到佛法 你就相当于在人间要找 哪一个兔子 头上有两个兔脚的 因为兔子头上是没有脚的 你找不到 所以走遍天下 你都找不到长脚的兔子 所以这句话 这是禅宗的总纲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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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